我猜你一定想不到,把鸡爪放入蒸锅中蒸一蒸,出锅居然这么好吃 很多朋友都没见过,也没吃过,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根据家里的人数准备鸡爪 我今天买的鸡爪非常的新鲜,先把鸡爪处理一下 用剪刀把指甲剪掉,这样吃起来干净卫生,食用也方便 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一定要把鸡爪处理干净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放到案板上,用刀切开 这样鸡爪更加方便入味 切好后装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先把鸡爪清洗一下 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不仅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泡出里面多余的血水 这样清洗过的鸡爪吃起来也未生 先把鸡爪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瓣去皮的大蒜,用刀拍扁 大蒜拍一拍更能激发出蒜香味 然后再剁成蒜末 大蒜一定要多准备一点 这样出锅后蒜香味浓郁会更好吃 剁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根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也装入碗中 为了搭配颜色更好看 我还准备了半根红辣椒 改刀切成小碎丁 能吃辣的朋友也可以用小米椒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切成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丝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再另准备一块生姜切成片 切好后单独放在盘中 几根小葱直接切成段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鸡爪也浸泡好了 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血水 把鸡爪简单的清洗几下捞出来 再用清水清洗一下 洗好后先放一旁拎干水分 接下来把葱段直接摆入蒸锅中 切好的姜片也加进来 然后再把鸡爪放进来 用手整理平整 让鸡爪受热更加均匀 这里加入葱段和姜片 可以很好的去腥增香 再盖上锅盖 水开上汽后开大火蒸15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 把鸡爪夹出来 现在就能闻到浓浓的肉香味了 鸡爪蒸的时间不能太长 不然口感就不好吃了 另起锅烧油 油热后下入蒜末和辣椒翻炒 炒出它们的香味 炒香后倒入鸡爪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一勺生抽 一点老抽调色 一勺蚝油 开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让鸡爪充分的入味 朋友们 我每天都用心的搅做菜 如果你的手机好电 麻烦动动您发起来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大家 炒鱼后再把葱花加进来 再次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即可出锅 这小味道疼一下就上来了 真的是太香了 现在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下酒又下饭的香辣鸡爪就做好了 鸡爪非常的鲜香入味 肉质QQ弹弹的 特别的好吃 以后买坏的鸡爪不知道怎么吃 你就像我这样做 上桌后全家人都快食大厨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收拾起来试试吧 点我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